我们今天来到旧日网上的第十二集 我们在看阿巴拉罕的故事 今天来看《创世纪》第十八章 这里讲到一个情节 就是阿巴拉罕接待三位神的使者 神好像远行的旅客 来到阿巴拉罕的面前 阿巴拉罕去款待他们 这个故事很出名 在古今宗外很多时候一些名画 都这样去刻画描述这个故事 就是神去探访阿巴拉罕 阿巴拉罕去款待他们 我们说读圣经就有如去旅行 不能够用我们现代的世界套上去 一定要明白古代的世界 讲到客旅,讲到远行 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 天气很多时候是耗热 或者路上有山茶 所以旅行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也没有客棧或者旅馆 大致上都不会有 所以远行的风险就很大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近东的文化就有一种特色 叫做款待客旅 Hospitality 这些是文化上约定的礼节 即是主客之间有某一种预期 某一种规矩 以至大家的关系可以维持得到 即使我们今天也是 就算我们今天去旅行 或者我们用Airbnb 即是主客之间 虽然给了租金 都有某一程度上的预期期 预期 主人要提供些什么 一个清洁的地方 客人需要去手药 不会搞烂些东西等等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的review 就要写得很差 或者我们想想一下 这些礼节的时候 习惯、习俗的时候 我们想起我们的文化上 华人文化都有不少这些东西 例如我们去人家一个婚礼 去人家婚礼 如果你两手空空 什么都不带 那这个是羞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一个婚礼 那个习俗礼节 就是你一定要给旧人情 给多人情 反过来说 主人家去到摆酒才算 也不能摆得太差 因为客人吃得不好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shame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很简单叫做 honor and shame 就是一种荣辱的维系 社会的状况 honor and shame 近东的hospitality款客 亦都是这样的 有不同的元素 未必是明文规定 写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的预期 是搞得清楚的 有什么元素呢? 第一,接待是家主的荣誉 是天经地义 所以责任很多时候是一家之主 是男人 是城市里面的男人 在乡村或市镇里面的人民的荣誉 可以接待一个元人 能够去保护他 能够去提供他的需要 陌生人来到你的门口 来到你城镇的城门的时候 一定是带着一些威胁 所以藉着一个主人 来到他邀请陌生人 入到家里的时候 这一局的举动 就将这个本身是威胁 就变成友好 主人家 就会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尽力去保护旅客的安全 家主接待客人的时候 通常会说清楚 留几天 但结束的时候 也会胜意权权 留下客人 客人就需要给面 所以有所谓extended stay 客人接受了家主的邀请 入了人家的家里的时候 就有一套不明的规矩 例如主人请客人入了家里的时候 就需要为他洗脚 需要有膏油抹上 很多时候主人在口头上 会答应提供一些东西 很少 但最后会大排言值 很丰富 另外客人如何回馈 就是需要说出多谢 去到赞赏主人 由头赞到落尾 或者说一些祝福的话 特别当客人有神圣的地位 先知、神的使者 往往在这个时候 就会带来好的喜训 一些祝福的说话 主人家服侍周到 这是近东文化的荣誉 代表那个人有个信击 那个Virtual 在圣经当中 经常用Hospitality 去表达一个人的品格 一个人忠诚于神的生命 例如约伯记三十一章 约伯坚持自己无故 说什么呢? 他说旅客没有在街上过夜 我的门向过路的人躺开 即是他坚持款客的文化 Hospitality code 如果我们这样的背景 我们就明白很多不同圣经的经文 这里列出了几段 我们不会讲 但你用这个背景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当中的情节 为何会这样发生 比如苍世记第二十四章 以撒尋妻记 有很多Hospitality的情节 世记第四章 说到一个女人叫雅益 他暗杀了一个加南将军 叫西斎拉 一个敌人 在他的家里做的举动 另外第十九章世记 就是基比亚的暴民事件 那里有一个很恐怖的情节 说到那些人不愿意行款待的文化 甚至诗篇二十三篇 敌人为我摆斥言直 用油膏了我的头 医治我 这个目者 是款待我的目者 甚至到新约 《老家坊》第七章 说到花莉塞人来请耶稣吃饭的时候 又不跟祂洗脚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说 圣经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照致搬指 古代文化 甚至今天中东有一些款客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要照抄了 陌生人来到敲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开不给祂 祂要钱我一定要给祂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明白背景背后 想表达一些真正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一些被我们软弱 被我们脆弱的人 我们当去照顾祂 开放我们的生命 以至能够有神祝福到我们 今天我们看创世的十八章 这就是款客的故事 十八章第一节 耶稣说在万里像树那里向阿巴拉罕显然 那时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阿巴拉罕正坐在帐的门口 他举目观看 忽然看见三个人在他面前站着 圣经首次详细地描述一个款客 阿巴拉罕款待三个客人 这个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万里像树 之前创世记有提过的 这是加南山地南部希伯伦的境内 其中一个地方 希伯伦比较北一点 万里 可能当时一直在加南的宗教里面 在破很大的像树 去到敬拜一些神灵 直到阿巴拉罕来到希伯伦这个地方 那里发生什么事呢? 十三章第十八节 他说他去到希伯伦万里的像树附近 在哪里居住 在那里做什么? 威耶伯伦建造了一座祭坛 将那个地方claim了 是属于耶伯伦显然的地方 说话的地方 这是一个伏筆 因为这个地方 万里希伯伦 之后我们会发现上帝来審判 索多玛俄摩拉 索多玛俄摩拉 索多玛俄摩拉正在这个地方的东边 走出山地的时候 就会看到四海平原一带 在万里像树的地方 到今时今日 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 是一个希伯伦 北边小小的一个地方 叫做Marat El Khalid Khalid 即是阿拉伯文的Friendship 即是Friendship Hill Friendship Heights 的意思 到今时今日 也有很多犹太人很渴望 久不久去这个地方来朝聖 在这里我们先处理一下神学的问题 有三行客 三个神的使者 过去在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历史 很多时候都去猜想 这三个天使是什么身份 拉比文学 甚至还给了名字 一个是加伯列 Gabriel 一个是Michael 米加勒 一个是Raphael 是拉菲尔 一个是圣经里面没有提的 事者在两个中间 多比转提过 犹太教这样揣测 基督教的文献 亦都有这样去猜想 就是觉得 这三个自然就是 Trinity 但是 我相信我们不可以这样看 当时的人 是不会这样去理解 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 一国与另一国来传信的时候 就一定要派出使者 一些所谓ambassalers 先知 这些使者 带信息的messenger 就去到另一个地方 带着君王的权柄 说话的时候 就代表着他的君王 所以很多时候 说话 不单只用第三身 也会用第一身 所以我相信 我们不必要将之后的一些教义 譬如 Trinity 三位一体 读入这段经文 十八章第二节 亚伯拉罕看见三行客的时候 就从张鹏的门口 跑去迎接他们 苦福在地 在亚伯拉罕整个故事里 神亲自向他显然有好几次 这次是最后一次 经文里面 如何提到亚伯拉罕 在中东 在近东 那些长老是穿着长袍 他们是不会跑的 因为跑是有损尊严 一定会慢慢走 这里描述阿伯拉罕 跑去苦福在地 去到迎接他们 其实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第三节 阿伯拉罕说什么 他说 我主要约在你眼前蒙恩求 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 让我拿些水 来为你洗脚 在树下揭一揭 让我拿些饼子来给你吃 可以恢复你的精力 然后再走 因为既然来到仆人这些树 就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款待客女 拿水洗脚拿点饼 发出邀请 对方肯不肯呢 这段圣经就继续交代 这三个人说 他不说 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 然后第六节 阿伯拉罕就赶快地 来到去摆出一个大派宴席 赶快进入帐篷 和撒拉说 你快点拿三斗 细面调和作些饼 又走去牛群 将又乱又好的牛仔 交给他的牧人 博人就赶快去预备这个成宴 接着又拿乳酪、奶 预备好牛肉的肉 放在客类的面前 他去吃的时候 阿伯拉罕再树下 事后他们 阿伯拉罕再说什么 他说哪点饼 现在这个细节说什么 就拿细面出来 fine flower choice flower 最好的面粉 然后拿着牛肉 又乱又好的 乳酪、奶等等 都是当时近东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来做一个很丰富的一餐 做了事影 阿伯拉罕就成为一个 款待客女的表表者 这里也是放下一个伏筆 因为下一次我们讲到 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款待客女的相反故事 现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的细节表明 阿伯拉罕是一个义人 一个righteous man 他的款待代表他的virtue 欢迎客女 打开他的生命 谁知迎接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祝福 这个款待的习俗是如何 第九节继续讲 他们问阿伯拉罕 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回答 在张鹏里 其中一位说 到明年者的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来 那时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这里就是说到客人的回馈 说一些祝福的话 这次真是带来喜顺 因为故事的发展 阿伯拉罕慢慢慢慢就知道 这三个女客 原来就是神的使者 甚至是耶布华自己 上一章是十七章 神跟阿伯拉罕立约 用葛礼为记号 就已经预言以撒会出生 今次三行客来到阿伯拉罕的家 特别的用意就是向撒拉作启示 去到向他报喜 撒拉的反应是如何? 十八章第十节 撒拉在哪人后面的帐篷门口 也偷听见这句说话 十一节 当时阿伯拉罕和撒拉都露了 上了年纪 撒拉的月经也停止了 撒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露了 岂能有这喜事呢? 中文翻译也很暗笑 没有笑出声 在里面笑 这里强调些什么? 上文夏里用了好几次 说他连老 两者都老迈 甚至撒拉的月经已经停止了 经文强调的是 人已经走投无路 人的无能 特别说到撒拉的时候 就是根本不可能再有生育的机会 由阿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到现在 就越来越强调这件事 年纪录今次甚至说得很清楚 是他的经期都已经过了 18章11节 其实可以直译什么呢? The way of women has ceased for Sarah 可以这样翻译出来 作为一个女人 她生存之道都已经完结了 不再能够成为一个女人 不能够再生育 谁知道上帝就带来报喜 神就看透人心 十三节说什么呢? 对阿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么会暗笑呢? 我已经露了真的还能生育吗? 也说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明念这个时候 我会回到你这里来 那时撒拉必生一个意志 又再报喜多一次 去到预言多一次 说清楚上帝的应许 一定会按照神的说话来对言 甚至撒拉听见他就害怕 他否认我没有笑 但那个使者说什么? 他说不,你实在笑了 因为说到笑 撒拉的笑 可能里面的意思是一笑自知 听到这样的报喜 我已经无能再生育 怎会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这种人之常情 相信撒拉当时 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年前 几乎是25年前 阿伯拉罕75岁 神夫召他们一家来到加围地 要成为大国 应许他们生子 但一早就说了 撒拉是无可能生育的 想尽人的方法 包括用下甲作代人毛 以十玛里的出生 当年可能撒拉都会有祈祷 祈祷上帝行神职 相信神 认为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方法去成事 但是这个时候 说得很清楚 就是他自己觉得 连做一个女人都不如 十八章十四节 以后说 岂有难成的事 到明念者的时候 我要回到你的树 那时撒拉必生的一个意志 岂有难成的事 困难难事 绝对有一个意思 就是人都不能够去解决的难题 撒拉不能生育 人无能来到解决 但也可以有另一个意味 譬如这个字 《难成的事》 《难事》 这个字 在《出亚及记》三十四章 耶和华说 看我要立约 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 在全地万国之中没有行过的 在你四周万民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我向你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哪个字是个难字 《难成的事》的难字 就是奇妙这个字 可以翻译做wonderful 就是过于人能够想象 很多时候在《旧约圣经》里 就是指上帝的救人 上帝成就的计划 他的工作 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 但是神就是邀请我们去相信他 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 你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说到撒拉的报喜 不如我们看二十一章 就是看一个结果 一年之后 所谓十月坏胎 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 耶和华照着以前所说的 捐固撒拉 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 给撒拉作成 阿波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坏了人 到了神应许的日期 就给阿波拉罕生了一个意志 阿波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阿波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下来的第八天 阿波拉罕就住神的吩咐 给以撒行了葛礼 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 阿波拉罕正正一百说 撒拉说 神使我欢笑 凡听见的也必为我欢笑 又说 谁能告诉阿波拉罕 撒拉要羽养儿女 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竟给他生了一个意志 整段的经文和上一段的经文 就有一个呼应 有一个key word 就是笑这个字 事实上以撒这个字 以撒 其实就是笑的意思 人想不到 人以为尽头的时候 上帝的工作就想不到 上帝救恩的计划 就不断向前推进 本身人听起来可能是一笑之子 现在就反转变成喜乐的笑 想不到上帝可以行人看为难的事 行事奇妙是过于人的限制 人的想象 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 就是当我们说 凭信心来接受 神没有难成的事 就不等于我们人 可以拍胸口 向上帝发施号令 可以去指挥上帝 必须要做这件事 必须要成这件难事 或者一定要按我的手法去成事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会放弃 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以前可能觉得 神一定会做到很奇妙的事 会成就一些我祷告的事 神做不到 我就放弃信仰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上帝做事 往往是超过你的想法 说一讲这段圣经 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神可以行一些过于人的限制 过于人的想象的事情 你要推进祂自己的计划 想一想我们自己 今时今日 你可能试试回头看 可能一年前 或者在现在这个境地之前的你 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前 或者你曾经患过大病 入过手术室 现在一出来 好像自己走到尽头 但今时今日你看回的时候 上帝是否真的行了祂的事 或者这样说 当时你在困境里面 当时你在没有盼望的时候 如果当时有人向你所谓报起 告诉你神一定会带你去经过 或者当时你在手术室 你去祷告的时候 当时有人向你讲一个信息 告诉你神一定会拯救你 你可能在当时难处的里面 困苦的里面 骨头脑的里面 可能你都会一笑致致 我们的不信 我们不能够超越我们的上座 今时今日看回 原来神真的可以行到奇妙的事 是没有难成的事 最近我留意到一个姐妹的分享 这位姐妹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都很出名 很多人都知道她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Jonie Alcantara 她是残障的坐轮椅的姐妹 很多时候做很多教导工作 鼓励的工作 特别在残障人士中间 有很多很好的事工 留意她分享的原因 就是去年她患了COVID 因为COVID的缘故 所以她有很多的挣扎 然后得到医治 她就出来分享 终于Alcantara 他的故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17岁的时候 她因为跳水的意外 肩膀以下就瘫痪 很多时候 我们留意她的故事 我们都很少留意一点 就是她的挣扎 她当时的挣扎 因为她跳水意外 瘫痪之后 她就不断来祷告 其他人都为她祷告 就是神一定有能力 来医治祂 灾神会有难成的事 灾神一定有奇妙的作为 显出祂的荣耀 God can surely do it 就是上帝 如果按照祂所愿的 医治祂的痰瘫 上帝一定会得荣耀 一定会感谢神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 上帝在他身上 真的有很大很奇妙的工作 但是一直祈祷久了的时候 他就进入一个更大的挣扎 那个挣扎就是 如果神真的不按照祂的祷告 来到行事的话 那神会做些什么 神是否真的可以 不医治我 在我这个残障的人身上 能够显出祂的作为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挣扎 就是上帝怎么可能 去到超越祂这个残障的限制 而可以显出祂的声望 显出上帝的荣耀呢 谁知这么多年 上帝就不断地来使用他 现在他已经七十多岁 神就是用一个坐在轮椅里面 五十多年的人 去成就一些 本身我们健全的人 都不能够做到的事 更多我们几十倍 这个就是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上帝当然有能力 带领我们离开现在的困境 可以奇妙到这样的地步 但同时上帝也可以藉着我们 现在有的限制 仍然可以用到我们 仍然可以显出祂的能力 你看看祂终身残障 有什么神的荣耀可言 谁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就是藉着Johnny Alison Todd 祝福了千万的人 残障的人听到福音 有很多身边不同的人 就算健全的人都得到帮助 能够听到福音、听到神的大能 问题就是这样 有两个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神当初真是神迹地医治祂的痰瘟 这件是难事 患是神不医治祂的痰瘟 在祂瘟瘟当中成就祂自己的计划 哪一样是更加奇妙的? 当然就是后者 在神会有难成的事 撒拉阿巴拉罕就是经历这件事 其实写这个故事 就是要告诉阿巴拉罕的子孙 我们这些恩信清义的阿巴拉罕的子孙 告诉我们 在神会有难成的事 但我一定要搞清楚 上帝不一定要按我们的时间 按我们的方法来做事 反而邀请我们 在我们现在的限制里面 要见到上帝仍然可以行事奇妙 Johnny Alison Tyler 有他在天国里面的国色 当然我们不需要招板主管 但最重点是什么? 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同一件奇妙难成的事 而是上帝要在我们现在的崗位 去体现出他自己的奇妙 让我们不要限制上帝的工作 让我们认定在神会有难成的事 在神有奇妙的事 而且他奇妙的事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 所能估计的 邀请就是 我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以信心 认接上帝进来 认接上帝的信息 认接神进入我们的家 进入我们的生命 随着主的旨意 知道在上帝的眼中 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上主我们感恩赞美你 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行事你的作为 是过于我们所上所求点 主要我们现在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 即使在我们社会中 不同被我们不安的境况 或者在我们人生中 遇到一些大的挑战 在你境况当中求你自己 将我们的信心定征在你身上 因为我们看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可以按照我们的祈愿 我们的祈求来到行事 而显出你自己的奇妙 你也可以误按照我们的心愿 来到行出你自己的奇妙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向你躺开的 去迎接你 款待你进来 以致你能够借着我们 显出你自己的荣誉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明教